阿公阿嬤在老师的基督之下 是开始在核实地狗 很多点不可能做得做一四人 不过这次的地狗课程 算是人生头一道的体验 大家是都哭得相当的欢喜 从最基本的地狀开始学去 一直到核实地狗课 这顶阿公阿嬤是一步一步大大学 这是维丹路故乡的中间社区 特别由社区店呗所开设的一只客 因为这顶店呗 对做地是都相当的了解 可以说是很大的老师的乎 希望透过地狗课程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新的体验 他们学习得非常的好 起初他们的茶具的部分他们都不会 那借由这次的活动呢 他们知道茶具的名称 然后泡茶的礼仪 还有泡茶的技巧 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家里的茶叶都 发挥到最好的 中间社区也表示 在社区开设的各种客厅 让店呗尝误以后 无论为店呗带来快乐的车用 也丰富大家每日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继典的设立 代表我们社区 这个老人 他有一个消贸时间的地方 而且可以联誼 而且可以写很多的东西 而且他们在这边 免得过得很快乐 而且顺着很健康这样 在当年来的经验累積 这段时间不仅做第一港府一流 现在还是第二个一奥 跑第二的港府也是厉害到没提供 也让大家老下人先 头一道接受第二个体验 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个人都是全万策用 赶紧最终的快乐 现在出口开采红报道 我还有难得吃